今日之點,我們一起來支持萬犯安心出行的皇友 話說在這個月3日才有個女孩因為用假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被警方以涉嫌使用虛假文書拘捕 皇友是學習能力低還是大安子義覺得不會捉到自己呢? 昨天警方在觀塘區巡查娛樂場所時 又揭發有四男女使用假的安心出行程式因而將他們拘捕 另外有18人沒有用安心出行而被票控 其實安心出行是政府為了有效防控疫情而推出的應用程式 出發點是正確和正面 但皇友心裏政府做什麼都是錯 做什麼都是為了監控他們 好像有避害妄想症一樣 因為所有政策都是在害他們 所以是不是都犯? 除了這兩宗,還有很多不DootApp、填紙仔玩事事件 他們填的時候不會落真資料 會寫梁振英、林鄭月娥甚至米奇老鼠 連張天司都走出來捉妖,你說離不離譜? 用假App填假資料 萬一有食客中招時 你又不知道,政府又找不到你 到時疫情大爆發,影真累人累己 既然這麼討厭政府,這麼不信安心出行 不如索性米出街,摘在家裡 那就不怕被人害了 你也不害怕